大家好,中美的对抗现在在朝鲜这个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 朝鲜也试射了短程的导弹,现在说是巡航导弹,是在周末试射的 大家知道中美这个博弈是围绕着中国整个一个地缘环境 从朝鲜、日本、韩国、台湾海峡、南海再到东南亚 现在的缅甸、印度一直到俄罗斯、中亚 这一圈围绕着中国,美国都会进行它的地缘政治的部署 围堵中国是目的 那么现在朝鲜这个方面最新的举动,美国总统拜登也回应了 咱们从拜登这个回应可以看一看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 路透社最新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也就是当地时间 周二3月23号,回应了朝鲜两枚短程导弹射的表态 他说这一举动表明朝鲜方面没有变化 这是拜登最新的消息 他说没有变化朝鲜方面 路透社说 拜登总统周二表示朝鲜周末试射两枚短程导弹的举动表明 朝鲜政府几乎没有改变 拜登在回答有关导弹试射问题时 对记者说 我们已经了解到情况没有多大变化 那韩联社周三早些时候也表示 韩国多名政府消息人士 说获悉朝鲜周日向韩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 均为近程导弹 这是朝鲜大约一年来的首次导弹射射 也是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首次 韩联社报道说 一位消息人说 他们发射的是巡航导弹 不是弹道导弹 与弹道导弹不同 巡航导弹不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裁 巡航导弹不受制裁 另据美联社3月23号的消息 拜登政府两名高级官员证实 朝鲜上周末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拜登政府官员还表示 并不把上周末的这次发射 视为朝鲜关闭谈判大门的信号 就在此次施射进行的不久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务卿布林肯 也访问了韩国 并与韩国国防部长徐旭和外交部长郑义荣 达成了协议 将解决朝鲜核问题和导弹问题 作为最高优先事项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沙利文 定于下周与日本韩国关系举行会谈 讨论朝鲜问题 记住 沙利文在朝鲜问题上 要跟日韩进行讨论了 所以拜登的朝鲜牌 也准备打出来了 你可以看看围绕着中国周边 美国一系列的打牌 朝鲜对其近期的导弹活动一直保持沉默 如果得到证实 这将是自去年4月向东海发射多枚短程巡航导弹以来 朝鲜被外界所知的第一次导弹试射 朝鲜去年的4月14号 曾从江源道文川市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进程巡航导弹 与弹道导弹不同 巡航导弹不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制裁 此前韩国和美国举行了为期9天的联合军事演习 演习一直持续到上周四 尽管首尔和华盛顿表示 演习本质上是防御性的 是在新冠疫情和朝鲜的和平努力期间进行规模较小的演习 但平壤提出了强烈抗议 并威胁要废除朝韩军事协议 目前朝鲜正在进行冬季演习 据信演习从去年的12月开始 通常会持续到3月底 朝鲜与美国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 自2019年以来 朝鲜一直致力于开发多种常规武器 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并多次试射 这个我觉得拜登现在说朝鲜方面没有变化 这句话有很多层面的意思 首先说政治层面意思 朝鲜方面还是那么顽固 还是不愿意和美国和韩国进行政治对话 这个没有变化 另一个没有变化就是朝鲜的军事方面 美国是掌握的 朝鲜的这种导弹 它的武器系统 这些方面也是没有变化的 美国也是掌握的 所以可以看美国对朝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个时候朝鲜问题突然凸显 大家得知道朝鲜问题突然显现出来 这个对中国其实怎么说非常不利的 对中国非常不利的 大家知道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是不一样的 川普这个四年 朝鲜几乎没有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形成什么大的风浪 因为拜登和川普最大的不同就是意识形态 川普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 没有对什么自由民主这种过热的追求 所以他主要是国家利益 那与朝鲜在国家利益面前 双方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也可以握手 而拜登就算有了利益 在意识形态面前 在自由民主面前 拜登也不妥协 那朝鲜就很难做了 因为你让朝鲜放弃意识形态 放弃他的这种极权的做法 那朝鲜就会最终要解体的 朝鲜这个政权就不存在 所以朝鲜这个政权绝对不会和拜登政府谈什么 谈自由民主的 那这个意识形态冲突也是无解的 那这种情况呢 拜登政府和朝鲜和谈的希望没有 几乎没有 谈判也只是就双方见个面 很低级别的谈判 像去年那种川普啊 前年那种直接可以在新加坡 在和内会谈几乎不可能 另外拜登也会利用朝鲜这个问题 激化朝鲜问题 然后利用朝鲜问题 对中国实压 对俄罗斯实压 因为朝鲜大家知道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 朝鲜国内呢 这个八大开完以后啊 实际上他的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失败了 金正恩自己在八大会议上讲的 承认失败了 电力不足 解决电力问题失败 改革开放呢 朝鲜改革开放也几乎是不可能了 没有电 不可能有工厂 向那个地方去投资 另外联合国也制裁着朝鲜 他的外汇 他的外汇也受限制 包括最近朝鲜在吉隆坡 也在这个马来西亚 一名这个朝鲜的一个公民吧 说是公民实际上是给金正恩在海外 购买奢侈品呢 购买奢侈品 就我了解的奢侈品种类很多呀 金正恩这个爱好很很多呀 很复杂 金正恩的爱好很复杂 我告诉你 这个名单 出了这个清单出了以后 你会发现金正恩这个爱好啊 全是与众不同 这些清单呢 显示出朝鲜呢 他的这种被美国还有联合国制裁以后啊 实际上金融也不行了 在东南亚的这个你说洗钱网络 或者是给金正恩购买这种奢侈品的网络 也被美国敲掉了 那金正恩他未来的这种出路啊 海外这种美元的出路也是啊 被阻挡了 所以啊越来越什么 其实朝鲜实际是越来越困难 如果不能洗钱 就朝鲜那点外汇 朝鲜进行的这种 你说他这种经贸活动 几乎不可能支撑朝鲜对外的这种 你说是强或者是核武器研制 那朝鲜最后会被联合国制裁死的 所以朝鲜一定会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啊 至少要跟美国达成一个什么呢 小的协议 临时性的协议 让美国可以什么 松一松手 让朝鲜进行一些正常的金融活动 这是朝鲜目的 另外朝鲜你可以看 他也不设设弹道导弹了 他也知道联合国对他的这个制裁 是玩真的 他如果再设设弹道导弹 联合国会加重对他的制裁 所以现在朝鲜也明白 他不再调讯了 他设设的是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在美国人看来 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威力啊 不会形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他那个巡航导弹射程有限 对美国本土也没有威胁 对日本也没有威胁 所以美国不在乎 那这样的话 朝鲜第一可以施强 让拜登坐下来跟自己谈 他寻求一个什么 能解决自己金融 解决自己国内经济 这个渠道问题 能达成一个小的协议 让你坐下来跟我谈 另外一个呢 他也不招惹联合国 也不招惹这个 像美国日本韩国 过强烈的反应 你看金正恩他施射这个巡航导弹 他目的其实很明确 所以朝鲜现在呢 他也知道啊 中国和俄罗斯 也是希望利用朝鲜 跟美国较量 而朝鲜自己 把自己这个定位也很明白 首先我要自保 自保以后呢 我这个小牌 我这张朝鲜牌 可以让美国人打 也可以让中国和俄罗斯打 那你们都打我这张牌的时候 我朝鲜需要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 所以金正恩也很不容易啊 金正恩的鸟瓜子也够用的啊 也是够用的 他在这种地缘政治面前呢 他也知道自己值多少钱 特别是前几 前几年和这个川普合作 和川普这个见面 那金正恩淋漓尽致啊 对吧 跟美国是表面上开会天天骂美国 该握手握手啊 对吧 国家利益面前我跟美国可以握手啊 所以金正恩非常灵活的啊 那拜登呢 现在没有显现出灵活 拜登就是 我觉得意识形态 还是意识形态 就是要消灭这个金家王朝 这个其实我觉得朝鲜呢 如果看明白看懂以后 会越来越强硬 会导向中国俄罗斯 反而让整个东北亚地区呢 我觉得形成一种常态 形成一种常态 拜登呢 会不会对朝鲜漫导动物呢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迹象 但是如果在未来啊 中美这种博弈大的背景下 如果中美国弈越来越激烈 拜登发现遏制不了中国 不排除在这几个热点地区 第一台海 南海 还有朝鲜半岛 这几个热点地区动物 对朝鲜动物 如果对朝鲜动物呢 就形成一个类似于伊拉克 中东伊拉克那种情况 就把你这个地区打烂 打烂以后呢 难民极端思想 还有各种的社会动荡 贫困也好 散播到整个东北亚地区 特别咱们中国东北啊 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人啊 没有了 东三省人口急剧下降 东三省 咱东北人都去哪了 都去官里了 都去官里了 官外空荡荡 没有人 而朝鲜这个一旦发生战争 大量的难民进入中国东北地区 你中国人 你汉族人撤回到关内了 活不下去了 去关内了 朝鲜人把你的地方占了 一代人两代人 是吧 几十年以后 这个地区发生什么 发生 民族结构发生问题了 这是我现在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 美国也好啊 美国也好 如果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 他打这么一下 其实美国他没有什么影响的 美国销掉这个外科手术 像销掉朝鲜的这个核武器 核武库 就那点核武器 朝鲜现在核武器 说好像现在也就是几十枚 不到三十枚应该 这美国来看其实很容易的 美国是有这种专门的计划的 敲掉朝鲜核武器计划的 所以如果朝鲜半岛发生这种战争 大量的难民涌向中国 美国会非常高兴 你记住啊 美国当年对付欧洲 欧元崛起 2000年的时候 99年打了什么 打了克索 对吧 打了这个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 塞尔维亚 轰炸贝尔盖德 打了一个南联盟 大量的这个欧洲的难民 从巴尔干难民涌向欧洲 欧元也就下降了 欧洲经济 也就什么 不像之前增长的那么快了 平稳了 美国就不担心了 欧洲没有取代我的意图 你包括在中东 对不对 中东又打了一仗 中东的难民又跑向欧洲 光德国就接收了上百万难民了 你想一想 三百多万 土耳其也三百多万 所以这欧洲压力很大 那美国会不会还用这个办法呢 战争 然后利用难民 冲击中国东北 中国东北腹地 我想大家啊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 这是现实的 现实的 联合国 我告诉大家 联合国对难民也有公约的 你不可能阻挡这些难民 第一次朝鲜战争的时候啊 就是50年朝鲜战争的时候 苏联接收了大量的朝鲜难民 咱们中国也接收了一部分 苏联接收了朝鲜难民 苏联的办法呢 是把这些朝鲜的移民难民 送到中亚 送到咱们现在新疆附近的 那个哈萨克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 塔希克 还有一部分送到乌克兰了 所以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呢 你能看到很多朝鲜人 九亿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啊 苏联解体的时候 那个好像有一个唱歌的 也是朝鲜族的啊 维克托吧 对吧 维克托 朝鲜族的 他就是50年朝鲜战争 朝鲜人的难民 然后呢 在苏联生活 最有大量的朝鲜人啊 所以在苏联那个时候呢 已经进行了一个 接收难民的 难民的这种义务 所以我觉得再打一次朝鲜战争 朝鲜再次爆发战争 中国得想一想难民的问题 俄罗斯会不会接收 我不知道 俄罗斯很难了 但是中国有可能成为接收 这个难民房 这个会影响整个东北地区啊 你说这些难 这些朝鲜族难民 你接收到哪 送到新疆去 不可能 那就形成了一个当年 对吧 没有人道主义 就苏联进行攻击 你说给他就地 在中国东北安置 中国东北本来 汉族人就少了 来几百万朝鲜族 朝鲜族还能生 多少年以后 一下子 几百万变千万了 中国怎么办 定源政治又不稳了 所以我说朝鲜呢 现在对美国来说是一张牌啊 中美这个博弈 博弈到最后美国杀红了眼 一定会打这张牌的 这张牌就在眼前啊 就是这种热点地区啊 容易擦枪走火的 我美国不打 就在我美国不亲自上 让这个地区自己打起来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这都可以上的 台湾啊 这个地区如果冲突了 中国是不是也得应对啊 南海 包括印度啊 印度 你看在中国身后 所以我说咱们中国人得想一想 想一想 拜登呢 现在我看 目前来看对朝鲜啊 还没有太大的这个关注啊 主要是因为国内疫情还没解决 但是拜登把国内疫情解决以后 我觉得朝鲜问题 很快就 就会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 我这是看历史比较多啊 历史上这些大国啊 利用这种民族问题啊 利用这种地缘政治 这个人口迁徙的问题 冲击掉很多历史上那种文明古国 例子很多啊 人种都给你换了啊 最强大的人种给你换 现在是民族给你换了 就算是人种没有换啊 换民族 让你产生这个地区的动荡 咱们中国东北啊 现在人口还急剧的降 往下降 东北地区大家可以出关 到东北去看一看 人口每年都在下降 人口不多了 中国东北 这要再来的几百万难民 我觉得中国真的啊 不用几百万 几十万难民 中国东北的人口结构 社会治安都会出现混乱啊 咱东北那个情况 从中国人也知道 那个时候社会治安那种乱啊 是不是会引起 类似于新疆这种动荡呢 新疆也动荡 东北也动荡 台海也动荡啊 中印边界 西藏也动荡 你想想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呢 所以这个不是启人优天啊 这个是现实威胁 美国不要以为美国不会做出来 美国这个国家呢 在他自己啊 怎么说 最最危险的时候 他也会使出所有的 他能使出的办法 朝鲜这张牌就是我说的 金家王朝 不像你想那么固若金汤 他手里唯一的就是核武器 而朝鲜的普通的这种常规力量 美国根本不在乎的 美国军队不在乎朝鲜常规力量 他的核武器 这个美国是有能力敲掉他的 有作战计划的 也是利用地道啊 所以我说啊 这个北朝鲜啊 韩国针对北朝鲜的行动 我告诉大家已经有计划了 俄罗斯 俄罗斯在这边也有影响 大家记住 俄罗斯呢 也并不像大家想的 好像就要跟中国一条心 支持朝鲜 俄罗斯有自己的打算 有自己打算 俄罗斯也希望利用这个地区的乱 乱中 对吧 火中取栗嘛 趁火打结嘛 他也希望这个地区乱 乱了以后达到自己的地区影响力 达到自己和重新布置 布置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 所以这个地区呢 乱美国和俄罗斯很可能会合作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俄罗斯 就是中国的盟友了 以后跟着中国一条心了 不是这样的 俄罗斯有自己的想法了 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 特别朝鲜问题上 如果边缘化 他是不高兴的 他一定要显示出自己的存在 所以这点是美国和俄国 可能针对中国要搞一些动作 特别朝鲜问题上 我真的很担心啊 未来朝鲜问题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心腹大患啊 我认为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心腹大患啊